打起来了,迪龙肘击米切尔当部引发火爆冲突,还爆摔了自己人。 北京时间2月3日,骑士队在主场以128比113战胜辉熊队,比赛第三节还剩不到6分钟,迪龙突破被冒,倒地后还肘击了米切尔的当部,随后引发激烈冲突。 从各个角度的录像回放看,迪龙此举有刻意为之的嫌疑,他倒地时能看到米切尔就在他附近, 而走机当部这样的行为也让米切尔瞬间暴怒并强硬回击。 两人随后开始推散并爆摔,最后才被各方人员拉开,裁判观看录像回放后吹罚迪龙二级恶意犯规,两位当事人都被驱逐出场。 值得一提的是,迪龙在被米切尔推倒后想立即起身干架,但却误伤自己人,直接将灰熊队助教给爆摔在地。 米切尔在后接受采访时谈到此次冲突,他吐槽狄龙就是这样的人,已很多次在联盟中见他这样做,他们之间很多年来也有私人恩怨,毕竟自己一直在打爆狄龙。 不仅如此,米切尔还怒喷如果对手防不住就要求换人,而不是用这样的伎俩,他认为联盟必须为此做点什么。